说鸡尾哥,想必大家都不陌生,这些蓝色小妖丸,自从1998年诞生以来,迅速在男人圈里蜂蜜,很多有生育困难的男同胞们,指着他来风骚一把,三年爆两,直到现在他也是男科用量很大的药物。 但你或许没有想到,在国外已经有人常识研究,他在产妇身上的功效,而且召集了很多人实验了很多年,但可惜的是最后的结果,却叫人不禁唏嘘,最近,荷兰的一项衣食实验,引起了媒体的关注。 在十家不同的里,有90多名孕妇,在医生的指导下,通过服用伟哥来安胎,结果却造成出生的婴儿中,有17名产生严重的肺部问题,其中还有11名已经死亡。 其余孕妇和孩子还在密切观察中,实验目前已被紧急叫停,为什么要用伟哥来给孕妇治病? 这个事情还要从2015年说起,荷兰的伟哥安排实验,2015年时,荷兰哥本哈根医学中心,开展了一项医学实验,测试药物西蒂纳菲,也就是伟哥的入药成分是否能够帮助,促进胎儿在子宫中的生长,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实验,也是孕妇们病情所需。 很多孕妇因为种种原因,胎儿发育异常,胎盘表现不佳,如果不在意干预很可能会流产,而西蒂纳菲,也就是伟哥,又能够扩张血管的作用。 过去,他不仅会被运用来帮助男性勃起,也常常会出现在给高血压患者的处方单里。 所以,他引发了医生们的关注,虽然我们都知道西蒂纳菲药物,因其勃起功能障碍而闻名,但是该药物还有其他医学领域用途,而且他最初得以问是,是被研究作为一种高血压的方法。 此后,他还被批准用于肺动脉高血压,这种血管中的高血压,将携带血液进入肺部。 医生注意到,它可以促进血液更好的流动,这点在实验室里的怀孕小白鼠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医生们发现在西蒂纳菲的作用下,小白鼠的胎排部位血液循环更好,从而促进了胎儿的生长。 这样的情况在人体上是不是也同样存在呢? 医生们按捺不住了。 终于,在阿姆斯特班大学医学中心的领导下,这项测试伟格能不能帮助孕妇保胎的研究,就这样在荷兰展开起来。 从2015年开始,荷兰的医生们就在筹备和实验,而今年终于进入到了临床实验阶段。 在这个实验阶段,所有的参与者都是怀孕的女性,而他们的胎儿在产检中都出现了严重的发育不良问题。 对于他们胎儿身上所出现的这种生长限制问题,目前的医学还没有确切有用的方法能够促进这些胎儿生长。 如果不交干预的话,这些胎儿有非常高的几率,会无法发育完全和存活。 所以,在这种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维哥实验也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尝试。 在实验之前,所有的孕妇都会被清楚地询问和确认是否愿意接受这种方法。 并且,每一位患者都会有一位参与实验的医生全程陪同。 就这样,在荷兰的实家中,93名胎儿发育受限的孕妇自愿接受了该药物的,另外还有90名作为对照组,没有接受这种药物。 然而,随着实验的进行,目前在服用了药物的90名孕妇分娩生下的婴儿中,有17位婴儿出现了相似的胃部问题,其中还有11人因为病情严重而死亡。 而对照组中,只有3名婴儿同样出现了胃部问题,另外有9名婴儿死于其他部位的缺陷。 尽管还有10的15名婴妇和婴儿还在观察中,等待检测他们是否受到了伪格方法的负面影响。 但是,医生们已经开始在担心,这种药物会造成胎儿肺部高血压,导致胎儿气入的氧气不足,最终产生严重的肺部问题,而已有的婴儿死亡数据,的确非常不乐观。 参与本次实验的妇产科医生Wenfeld也很焦虑地表示, 但是结果却相反,我们非常震惊,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就是病人们受伤,因此,这11万婴儿的死亡。 不但让荷兰的医生们紧急叫停了这次实验,也让他们感到,非常有必要及时地把这一实验结果,通知给世界上其他有可能在做同样实验的国家。 目前,他们已经通知了再做类似研究的加拿大医学人员,希望,无论如何先暂停此类实验。 就这样,就像从2015年开始,原本预计最少要持续的2020年的实验。 就这样停下了,虽然伟哥对于保胎的有效性,目前无法实验了,但是,已有的实验数据,依然被当作珍贵的医学资料。 被荷兰的医生们反复研究和分析,他们将继续分析数据,并密切监控研究中的婴儿。 目前,阿姆斯特丹大学医学中心的医生中期分析显示,西地内非对于出生后的婴儿是有害的。 它会造成婴儿肺部血管疾病患病率的提高,进而造成婴儿的死亡率上升,而这种有害性的证明,也是很有价值的。 要知道,在这次实验之前,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医生,也曾尝试过用伟哥来给高威孕妇安排。 但是,截至2017年12月,英国、澳洲、新西兰的实验中,既没有得出伟哥在安排方面有效的结论,也没有查出这种药物所包含的风险。 甚至,有些孕妇到听途说,知道了伟哥对安排可能有用后,会主动来咨询医生,或者想办法自己服用药物。 所以,这次荷兰的实验失败,也是给全世界在做同类实验的,医生和患者一个提醒和警示,一粒伟哥到底有多神? 其实,这些年来,科学家们对于伟哥的研究力度一直很大,除了认为他们安排保胎,还有研究对他的防癌功效与儿科应用进行了挖掘。 据国外媒体报道,目前,科学家最新研究显示,蓝色小药丸具有神奇功效,可作为癌症预防药物。 科学家们通过老鼠实验发现,少计量西地内飞,可以预防大肠癌,西地内飞是伟哥的组成成分。 当研究人员将这种药物注射给患有大肠癌的小老鼠时,与微服药的老鼠相比,服药老鼠肠道中,癌症前期肌肉数量减少了50%。 研究原程,下一阶段的措施,包括人类患者临床测试伟哥。 这些测试者患有大肠癌的风险很高,例如,他们具有家族疾病史。 而伟哥在儿童肌体损伤的实验中,据报道则是为了遏制一种儿童肌肉退化疾病,有数十名西班牙儿童参与了这一实验。 吃了伟哥会影响胚胎质量吗? 下面的一项项实验把伟哥说得神乎奇迹,但在生活中,大家最关心的可能还是他的壮阳功效。 现在很多男同胞们讨论度颇高的一个话题是,吃了伟哥,硬是硬了,但是会影响经验质量吗? 万一还上了,胚胎质量会受影响吗? 上海市第一复营保健院男性可洋洋在一篇文章中介绍了国外的一项研究,2014年,5月正式发表在德国老牌南科学术期开Android者上。 实验结果显示,蓝色黄色小药丸对经验参数经验量、PH值、精子浓度、活力和丁体反应发生率等,都没有不良影响。 而加上这项研究,现有的,合乎标准的另外11项研究,共统计了1317名受试者的数据。 结果同样发现发现,不管黄色还是蓝色小药丸,韦哥类药物对经验质量都没有不良影响,反而可能提高男性不育症患者的精子活力,所以可以在备孕期间放心服用。 此外,也有国内媒体报道,美国曾有学者研究发现,患者服用韦哥之后,其在经验中的浓度很低,很难对生育造成影响。 韦哥在国内上市15年来,销量极大,但目前为止,上没有任何新闻及学术文章报道,因为服用韦哥而造成生育问题,包括畸形、流产、台二停止发育等,这从侧面也说明服用韦哥是不影响生孩子的。 同时有部分研究结果表明,韦哥能够通过提高每次射精精液的容积和活力来提高精液的质量,并改善生育能力,提高受孕几率。 又不分于零青年,由于生活、工作及生育等各方面的压力,会造成排卵期一滴,也就是在计划受孕期间,出现波及功能障碍,此时可通过使用美哥,顺利的完成生育任务。 当然,如果你觉得上述实验结果,以及专家的说法,还是缺乏收服力,也大可以尝试用其他的方法进行备孕,生孩子又不是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其实除了伟哥,提升男性性功能的方法还有很多,说了那么多现代医学的内容,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传统中医。 中医里面有时聊的说法,下面再给大家推荐几种中医里的壮阳食物。 一、虚圆肾,虚圆肾具有不干肾、益气血的作用,如果男性经常食用,那么,他的肾就会很好,很健康。 虚圆肾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和磷脂、五固醇、维生素A、E、C、B的。 如果发现自己经常脸色苍白,手冷脚寒,下雨天,腰酸腿痛,可用虚圆肾、猴旗子,一起用泡水带茶饮,趁热饮用。 经疗程饮用后,可改善男性肝肾亏虚的问题。 材料,虚圆肾二克,头皮子实力,用法,将二种原料开水闷泡二到五分钟左右,即可食用。 每天只放一次原料,反复冲泡直到水无色无味。 优点,操作简单方便,无任何副作用,从根本上提高身体机能,温盛大补元气。 温馨提醒,为达到更好效果,建议使用学生期间尽量少熬夜,不饮酒,即食心。 二,韭菜,吃韭菜的好处有很多,其中补肾肾胃味就是很重要的两点。 补肾文阳,男性朋友一旦到了40岁以后,肾虚的问题就会非常严重了。 如果在平常不注意生活习惯的保持,或者是工作,生活压力过大,就会导致肾虚的问题出现。 韭菜性温、胃心,具有不慎气氧作用,不可用于阳尾、胰筋、早些等病症。 一肝健胃,韭菜对于男性来说,还可以保肝健胃,对于男性的脾胃和肝脏,都有非常好的调理作用。 韭菜含有挥发性精油及硫化物等特殊成分,散发出一种独特的心香气味,又助于酥调干气,增进食欲,增强消化功能。 三,黑米,中医认为黑米有显着的药用价值。 古农医书记载,黑米思米补训,健身暖胃,明目活血,清甘论肠,花失一惊,不费缓清等功效。 可入有入善,对头昏目血,贫血白发,腰气酸软,阴满耳凝症,疗效尤家。 长期食用可延年益寿,因此,人们俗称,药米,长寿米。 由于它最适于孕妇,产妇等补血之用,又称月米,补血米等。 历代帝王也把它作为宫廷养生真品,称为宫米。 现代医学证实,黑米具有滋液补肾,健脾暖肝,补义脾胃,义气活血,养肝铭目等疗响,经常食用黑米,有利于防止头昏,目眩,平息,白发,眼疾,腰气酸软,最高咳嗽,大便密结,小便不利,肾虚水肘,食欲不振,脾胃失弱等症。 此外,由于黑米所含营养生分,多聚集在黑色皮层,所以不宜经加工,已使用糙米或标准三等米为宜。 4. 枸杞,肾虚的人,使用枸杞的效果很好,常吃客不慎养肝,除腰痛,多吃枸杞还可以延年易受。 缓解长期的腰痛,肾虚之人,使用效果最佳,当然,枸杞也并非人人适合,虚火旺盛,脾胃虚弱以及感冒,腹性等患者,适不适合吃枸杞的。 你可能还会感兴趣,这将在线健康网,正和自应过那些事,网易新闻,腾讯大名网,监制,曹毅杰,主编,魏杰婷,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